再來是有劉學生在面前來報文書 說去病醫看症的時候 先說去拜訪 已經是主題醫師的學長 結果這個學長 竟然跟他帶到一個 不感激期的老體驚 跟無俗吞打 如今他的內心是有很大創傷 不過這個讓季空的醫生說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現在這個案件已經進入 修法調查 台北市某一間病醫 讓季空說有發生性侵的事情 有一個劉大學生寫文書說 他本身中百看症的時候 就來拜訪大學的學生 兩人是在地下實施 今年十二月因為看症記憶 這個行程說要帶他去一個 身邊的所在結果是 沒有感激期的樓梯 對他性侵 但是經過三個月這個劉學生 沒想到討論 如果在臉書中規定都寫出來 希望說不能再有一個受害者 還有寫出跟這個 雜佛醫生的隊伍 看起來這個雜佛醫生想要 要他吃飯 不過這個劉學生表示 已經有男朋友 既然他還一直要吃飯 他就看到這個文春了 台東在變宮的 說已經看到了風海名聲 請他將這個文春 所以刪掉 事情發生後 便宜也發表聲明 說有接到媒體消息後 便宜來報信任調查 雜佛醫生 並且有等比暗時 跟讓人照顧這個醫生 當時人家說絕對沒有 這個事情 也說當時 只是在比較安靜的地方 開港十多分鐘而已 絕對沒有發生 對方所說的事情 不過現在 相同一個人說一款 都已經進入 修法調查 但有違反對醫修法 衛生局也要調查 專家建議說 家務實在人家記憶 盡量經理公開 確診的所在 這樣才有辦法 保護主心的安全